大家好,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,这是一位上海的女士投来的稿件。 她说,我是30岁,那年买房买车,决定单身一辈子,然后该吃吃该玩玩一个人活得可潇洒了。 2020年疫情后,干脆提前退休,一个人宅家养花养宠追剧学做饭,彻底过着与社会断交的惬意独居生活。 说实话,不愁吃穿,又不用上班的日子是真心舒坦。 37岁一过,突然觉悟,特别想结婚,想生孩子了。 结果低头发现市场变了,准确地说,是自己的市场价值变低了。 35岁以前有车有房年,收入不到50万的男人约我吃饭,我都是懒得答应的。 就这样筛选后,小区保安还和我开玩笑说,我这一个月里接送我回家的车辆都不带重复的。 37岁开始找男朋友,发现市场上挑剩下大多都是歪刮裂枣。 但转念一想,兴许能遇上我自己这样,软硬件都过得去,只不过开始想要单身,现在反悔想好好过日子的人。 相亲交往了一个39岁男人,硕士,身高182厘米,也是上海人,父母有房,自己也有套物贷款的婚房,收入不高就一万出头。 没车,没太多情感时,不会哄人,也不懂情调,相处后感觉挺踏实勤劳的,而且又细心会照顾人,家务活抢着干,对我也很好,是个可以过日子的人。 结果恋爱一年,我从37岁变成38岁,她每周末都来我家住,也快半年了,却迟迟不提上门提亲的事。 我多次旁敲侧击过,但根本叫不醒装睡的人。 她的说法是,说是要再处处,还不够了解。 我能理解婚姻是终身大事,尤其到了咱这把年纪,更不想结了婚又离婚。 半年前和我说结婚前要先试试,那方面必须和谐才行。 我着急,想结婚就答应了。 试了半年,每周末住我这两天一晚,平均都得四五次,次次都让她爽了,总该是能满足的吧。 结果还不提结婚,气死我了。 我这半年姨妈也不正常,去医院检查后,医生说,死激素下降便很少,怀孕都有困难,需要先养身体。 我还想快点生孩子的呀。 很烦躁。 写下这些,一方面是打算找她聊聊做个了结,毕竟男人41岁还是能找个30岁以内的。 但我等不了了,不接就拉倒,我就换人了。 另一方面,也是想提醒所有35岁以内,暂时决定不婚不育的女生们,可想一定要想清楚了,别回头。 年龄大了,后悔了,再想找个好的,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 哪怕曾经是校花,年龄到了,颜值该崩还得崩,我现在都很少照镜子,内心会有强烈的落差感。 哪怕我有车有房,不作不闹,性格开朗,温柔会做饭,会照顾人。 外加射牛和有趣的灵魂,170厘米多的身高,可那又咋样啊? 毕竟我不是明星,不是大富婆,普通老百姓过一过传统日子,就挺好的了。 而现在,我的闺蜜,我周围的朋友,都有家庭有孩子要照顾,除了偶尔能抽空陪我包电话粥,一年到头也见不了一两次。 昨天早上,做噩梦爸爸倒在怀里,把我吓得从梦里哭醒,猛地发现二老都70岁左右了。 如果有一天,他们离我而去,我就真的孤零零一个人了。 别看爸妈现在不用像同龄那样帮忙带孩子,到处旅游,很开心,内心是真的很担心将来走了,我老到行动不便,又无依无靠没人照顾,一定会很可怜的,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 我爸常说,老伴老伴老了更需要个伴,别看他俩年轻时磕磕绊绊几十年,如今老了相互扶持,彼此照顾,有个人知冷知热,定了有人端茶喂药,还能说说心里话,更能体现另一半的重要性。 去年十二月的时候,两个人一起羊了,就是彼此照顾着,硬撑了过来。 当时他们两个没告诉我,怕我去照顾,会传染给我。 我知道他们希望我结婚是为了我好。 如今特恐惧将来有天半夜接到他们来电。 多半坏消息,光想想都心惊胆战。 以前听不尽父母劝我的话,我们家族每年夏天都会出去旅游十天。 前几年,有次整个上海就是我一个人没去,突然高烧,连下楼开车去医院的力气都没有,明明也就几十步路啊。 最后硬生生躺着,烧了两天。 这个时候才明白有个伴侣多重要,关键时候还能搭把手。 说实话,如果有后悔药,三十岁那会,我不会决绝选择单身,该潇洒还是潇洒, 但一定会为自己不断物色结婚的对象,有合适就结。 可以慢慢相互了解,不会像如今这样处于被动的尴尬境地。 一定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 年轻时多存些感情,老了一起相伴彼此照顾。 后悔没早点明白这些。 白白蹉跎了年轻漂亮的岁月,家族就我一个还没结婚。 好羡慕哥哥姐姐们,各个家庭美满,有儿有女。 哥嫂结婚十七八年了,如今一起坐沙发看电视,还手牵手呢。 这世上好的婚姻也是很多的。 小慧觉得,你已经认识到结婚的重要性,真的难能可贵了。 作为一个经历过风雨沧桑的女性,我明白身为大龄女士,你在寻找终身伴侣的道路上,可能会遇到许多挑战。 但是,我始终坚信爱情如同一道美味佳肴,需要耐心等待与精心烹饪。 现在,让我为你分享一些找老公的方法和技巧,希望你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找到你的那个人。 首先,你要学会展示自己的魅力。 每个女人都有她独特的优点,无论是温柔贤淑还是聪慧独立。 你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优点去吸引那个对的人。 所以,从现在开始,培养自己的气质、涵养和才艺,成为一个内外兼修的女人。 其次,要活跃自己的社交圈子,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,拓展人际关系。 这样不仅能丰富自己的生活,还有机会结识更多有趣的人。 谁知道呢? 也许某个偶然的机会,你就遇到了那个让你动心的人。 然后,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信。 一个独立自信的女人,会让人觉得她更有魅力。 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充满信心,即使没有伴侣,也可以过得很好。 这样的女人,才更容易吸引别人。 当你遇到那个对的人时,要学会理智的去爱。 爱情并非盲目,你要善于观察和分析,了解彼此是否真的适合在一起。 不要因为一时的激情,而忽略了对方的缺点和不适合的地方。 最后,要懂得珍惜和把握机会。 大龄女士往往更加成熟和懂事,这是你的优势。 当遇到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时,不要犹豫,勇敢地去追求。 虽然爱情有时让人痛苦,但最后,只有经历过这样的付出和努力,你才能收获幸福。 最后,衷心地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幸福。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了有点个道理,欢迎大家点赞关注。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。 谢谢大家,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。 如何投稿给我?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,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,点击投稿链接。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,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。